我覺得初選一定要公平 手段也要正當 前隔魁賴清德隔空呼籲蔡總統 別再出奧波 因為日前傳出 臺灣石油公會理事長陳嘉玲 直接向會員 蒐集挺蔡英文的手機號碼 擔任蔡英文選戰操盤手的洪耀福 更直接公開操作組織 企圖影響手機民調 洪耀福以組頭自居 明目張膽 公然操作民調 儘管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解釋 影響百分之一的手機民調成本 大約要花費一億元 然而這小小的百分之一 或許就是決定生死的關鍵 蔡賴兩人正面開槓 蔡陣營更狂批賴清德 亂扣帽子 令人厭煩 但蔡英文動作頻頻 更被質疑是輸不起 黨內初選都不能尊重民主 總統大選就怕還有更多奧波